好,首先大家看到的这个界面呢 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会看到的我们听力的题型的这个界面 那它上面是说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考试的这个界面的那个题呢 每次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当老师带着你看完这篇题目以后呢 以后不管是考试还是做题呢 就不用再看上面的这些题目了 节省时间 首先他说你会听到一个非常短的lecture 那这个短的lecture是多久呢 大概就是60到90秒的这样一个音频 然后需要你写到一个summary 给那些没有出席这个lecture的同学们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跟写需要你写出来的 那写有什么要求呢 写它是要我们写50到70个字 那时间它是多长呢 也是规定好我们的 10分钟的时间我们把这个summary写完 那10分钟我们要怎么分配呢 因为10分钟是包含了我们音频的这样时间 所以我们大概是1.5分钟来听这个音频 那加上6.5分钟我们来写这样一个summary 以及一定一定要留下这样两分钟的时间 来给到细节检查 为什么两分钟这么重要 待会老师从评分以及那个带链中 再会跟同学们具体讲解 好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啊 就是我们这个audio box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个倒计时这个音频栏 以及我们可以从这个位置来调节我们的音量 我们一旦考试以后呢 我们的音量不管是从口语啊 还是听力里面的音量调节都只能在这种 volume的这个调节按钮进行而不是耳机 好 然后呢可以在这里是录入文本 然后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你最终写了多少字 一定要保证自己是写到50到70个字 这样一个范围区间内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scrolling 我们说PTE是交叉打分的对吧 那我们sst它是根本别会给哪两门哪两项贡献分数呢 从题目中啊已经看出来了是吧 它会给我们的listening贡献分数 以及给我们的writing贡献分数 因为我们是听懂了以后要把它写下来 所以它同时会给我们的writing贡献分数 而且这两个贡献的分值是相当相等的 就有老师去做个测评啊 就如果我一套题中抽到的是两篇这样sst 那我最终会给我的听力跟写作同时会贡献16分这样一个分数 好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次考试 我们的同学们会抽到两到三题上的不等 所以会导致每个同学考听力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要担心 好像你看到你旁边的同学听力做完了 你还有好多题没错 你不要担心 是因为你的这个抽到的sst的特殊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呢 我们的con 我们的评分 评分标准 它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评分的呢 它是从这五大评分项来评分的 那和我们听力直接相关的是哪个评分项呢 就是content这个评分项 那说到这里 老师想问一下大家 从五个评分项来看 可以问到就是考过的同学 甚至没考同学 你也可以回答 你们觉得这五个评分项 哪一个评分项是最难拿分的 你们可以把最难拿一分的那个首次母 答在聊天方中 老师看一下你们知不知道 有没有对这个有所了解 是的 G 有同学是G OK 现在只有两个同学 OK 好 我看到了 除了Angela 其他同学都是说content 对吧 content 对 确实我们的content是最难拿分的 而且它是跟我们的听力息息相关的 息息相关的 而且为什么说content这么重要呢 因为如果一旦content你得零分 我整个SST就是零分了 就相当于 这也很好理解 对吧 如果我这一篇SST是讲的英国环境法 那你却给我写成了一个地质灾害的这样一篇文章 那所以这是牛头不对麻醉的 所以肯定是不OK的 好 那还有一点难是什么呢 还有一点难是什么呢 因为就是它的音频速度是真的比较快啊 比较快 待会后面老师会说说它到底有多快 然后但是虽然它难 但是我们也不要害怕 因为它的分数档也就只有零一二三个档 对吧 我对所有同学的要求 就是一分的要求 甚至是79分的同学也是一分的要求 就够了 一分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只要我们抓到了man topic 加上一到两个supporting points 就够了 不需要你把它所有的supporting points都写全 所以我们已经可以想到两分 那就是说我们已经要抓到man topic 以及所有的supporting points 才可以拿到我们这两分 那什么情况下我会对同学要求要两分的情况呢 那就是说我们如果已经有到基金给你了 是真的原题原因屏障的基金给到你 你可以刷的这样的题 你在考试上碰到原题 那我这个时候就是希望你content是得两分 对吧 那在这里再说一下 我们SST的基金也是非常全的啊 现在已经有90多道 然后可能加些回忆已经有120多道 所以这个时候只要你开始备考了 我们就要开始刷基金 尤其是我们SST啊 还有T&D的WFD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看完这个是跟listening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 我先回答一下 SST基金程度非常高的呀 非常高的 然后待会老师在最后的那个答题环节 会再跟大家说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剩下的这几个 你们觉得哪一个分数是最好拿的 就是相当于是可以免费拿到的 你不用花太多心思就可以拿到的 可以把这个手字母再打给我吗 对 谢谢 就是EFA form form是最好拿的 它其实只要 它两分的要求 只要你写到50到70个字就OK了呀 是吧 只要你写到50到70个字 好 那这里老师再强调一下 你form我们虽然好拿 但是也很容易失分 是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form一旦得了零分 一旦得了零分 我的SST这一篇全部也将是只有零分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所以form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零分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会拿零分呢 就是你的字数少于40个字 或者多于100个字 或者你全篇用大写字母来写 或者你全篇没有标准符号 以及 你那个叫什么 全篇都是用非常短的句子 比如说 竹卫兵啊 主席表啊 这样的句子 不是说竹卫兵 主席表不行 但是你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只有三四个词的这样一个句子 是不OK的 标点是不算字数的啊 好 然后 剩下的三个评分点呢 刚刚有同学说gramma 其实gramma呢 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只要是gramma正确就好了 不像雅思啊 雅思对gramma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尤其在写作方面 对吧 那剩下的这三个点 以及整个的评分标准 这五个点呢 我会通过第三部分的那个带列 给大家来有所进一步的延伸跟讲解